2009年11月 天涯论坛突然出现了一篇叫做 我想找个北大清华男结婚的贴文 里面罗列了一系列 对理想伴侣的超高条件 什么要最高学府的清华北大硕士毕业生啦 还指定要经济学专业啦 还要176公分到183公分啦 还要没有生育时啦 还要25到28岁啦等等 但这篇贴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毕竟痴人说梦嘛 我也会 我还想跟波多 我还想跟志玲姐姐拍拖呢 同月有个女孩在上海南京东路街头 印发了1300多份生婚传单 传单上对伴侣的要求 跟天涯论坛里的那一篇贴文完全一样 虽说要求确实是高 但如果对方是一个什么千金大小姐 或者高学历高瘦路 长得像模特一样的女孩 倒也不是不可以 然而派出传单的人竟然是她 一个身高只有147公分 长相确实也很一般 只有大专文凭的女孩 罗玉凤 人送外号凤姐 路人看到这个传单 也非常嗤之以鼻 不是你自己这个条件 还肖想高学历的美男啊 当然硬性条件不足 搞不好人家很有内涵 很有文化底蕴呢 你看啊 征坤条件不还这样写着呢吗 新奇书画样样精通 擅长诗歌与散文 博览群书 可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竟然在加勒福当收银员 这极大的反差让凤姐突然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不过当时互联网的传播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 真正让凤姐一炮而红的还是江苏卫视的一档叫做人间的节目 2010年1月27日 一个叫做吴永林的失恋男子 向节目组求助 说他即将谈婚论嫁的女孩 嫌弃他条件不好 要跟他分手 随后他又找上了一个才高八斗 英俊潇洒 而且家底丰厚的新男友 这让吴永林觉得很不可思议 认定女孩一定是遇到了爱情骗子 吴永林口中的女孩 就是罗玉凤凤姐 没想到本来应该是情侣之间的一场对话秀 却硬生生变成了凤姐的个人秀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话 就是说差异比较大 首先她的身高长生 确实不太符合要求 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应该是又高又帅的 你的长生也是一般般了 也会长得怎么点 这个人的能力很有限 你是不是能够败 一段礼拜的或者杜甫的诗词 不会 你觉得对那些有用吗 在我们看来 两个人应该是门当户对 但是凤姐却把吴永林贬损的一文不值 没文化 没长相 没钱带出去没面子 你看看你的身高 你的长相 我觉得你配不上我 我们之间差异太大了 到你家的话 我家里面的人肯定会嘲笑我吧 凤姐在节目中还自夸 上下600年 无人能在智商能力上超越他 听到凤姐这样自大的言论 主持人憋了半天 只说出了一句 这样啊 可见当时他心里有多大的阴影 而那个财高八斗 英俊潇洒的新男友 在凤姐的眼里也只是毒阿后娘 然而新男友在节目上的第一句话 竟然是这样的 我这次来是要跟他说分手的 新男友小智表示 自己根本不可能跟凤姐这样的人谈恋爱 之所以会跟他拍拖 是为了帮人一个忙 帮谁呢 凤姐的好友雪莲 这档节目播出之后 凤姐的各种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 突然爆火 连肖强城报这种正式的媒体 都大篇幅地对凤姐进行了报道 提名为第18分钟 宇宙因凤姐安静了 这个第18分钟 指的就是凤姐在节目里说的那句 我的能力智慧上下600年 无人能超越 然而这篇报道说错了 这个宇宙并没有因为凤姐而安静 反而是越演越烈 还是那句话 黑红也是红嘛 各种综艺节目先后找上了凤姐 凤姐也没有辜负找上她的节目组 她的言论依然足够有爆点 我都散文笔鲁军写得好 每两分钟淘争一个男朋友 我一天淘争两三百个 只要我一时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面 都会出现我的名字 然而你以为你看到的凤姐 就是真实的凤姐吗 不不不 其实早在2010年2月5日 中央广播电台就发布了一篇报道 这篇新闻表示 其实凤姐的背后 是有策划机构在炒作凤姐的 在人间节目里 那个被凤姐甩掉的吴咏林 有直男友小智 好友雪莲 其实都是策划公司安排的演员 凤姐在节目里的各种奇葩言论 也都是策划公司精心设计的 只是凤姐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那么真实的凤姐到底是怎么样的 她又为何要找到策划公司 目的又是什么 凤姐1985年出生在重庆 岐江区一个贫穷的农村 母亲跟父亲离婚后 带着凤姐跟弟弟又结了婚 虽说是新的家庭 但在农村里 一个村妇带着孩子 又哪能嫁到什么更好的家庭呢 新的家庭还是一样一贫如洗 再加上农村的重男轻女思想 凤姐早早的就被要求出去赚钱 但是后来在母亲的采访中 母亲是这么说的 她不乐意说话 不乐意终于出门 就是喜爱读书 学习成绩良好 排名在前二三名 老实说凤姐确实是有文学才华的 只是不像她在节目里吹嘘的那么大 在成名前她发布过不少自己创作的现代诗 一位编辑当时是这么评价的 不带任何偏见的说 这首诗写得还不错 可以看出作者受到了 顾成等朦胧诗人诗作的影响 她甚至还曾经是凤凰新闻客户端的主笔 可想而知 她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底的 但是在农村落后的传统思想里 女孩读书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迟早有一天要嫁人 于是在上完初中后 母亲不让她继续升学 在双方的沟通后 凤姐最终妥协 报考了一所示范中专 这样出来以后 就可以直接当老师赚钱了 毕业后 凤姐就如同当初设想的一样 在当地一所国小教书 一个月也就是几百块钱人民币的收入 但她不甘于此 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进修 报考了大专文凭 但除了凤姐自己不满意现状外 全家人似乎都很满意她的人生轨迹 一个月能拿钱回来 供弟弟以后上学结婚用 以后就安安分分的找个普通人家了 相夫教子 这不挺好的吗 然而两年后 在凤姐拿到大专文凭后 她一言决然的离开了农村 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上海 开始了互漂的生活 原以为会是一帆风顺的互漂生活 但是现实却给了凤姐沉重的打击 她的大专文凭 在上海根本什么都不是 在这里多的是刘洋海归学生 本硕博毕业生 她投递了上万份的简历 却没有一家公司要她 于是只有大专文凭的她 只能在家乐福做收音员 虽然凤姐在节目上说 做收音员是为了从基层做起 深入了解零售行业 然后批发零售业 我首先要从基层做起 才能整体上了解这个行业 所以我选择做收音员 但是你认为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却还敢在节目上大放厥词吗 不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从做收音员开始 她就已经知道 因为家庭 因为出生 她比大部分的人都低了一等 这在她多年以后的采访中 说得非常清楚 在中国呢 我只是代表一个社会最底层 就是说我的阶级 决定了我的人生 就是说按照本来的一个 如果说我没有去上这个电视 我可能就和其他人一样 就是说出生农民家庭 然后长大了以后 拿上父母的锄头 也去继续做农民 然后嫁一个农民 然后生一个孩子 我的父母是农民 他们是没有办法 给我一个更好的工作 所以我依然只能从事收音员 也是一个社会底层 但凤姐不甘于 因为出生比别人低 就此任命 于是在2009年下半年 凤姐找到了策划公司 我想红 我想出名 不得不说凤姐的嗅觉 还是非常灵敏的 在2009年 她就已经比大多数人都清楚 就算没有背景 就算没有长相 依靠炒作 她还是有可能打破阶级给她带来的固化 当时策划公司也是刚刚起步 后来最恶名昭彰的两个推手 一个就是利俄猜四 她利用了郭美美炫富一次 成功奉辰了红十字会 让红十字会背上了至今 都难以喜削的骂鸣 另一个就是秦魯伙 根据华商城报的报道 秦魯伙当年任职的儿马公司 正是凤姐事件的背后网路推手 可当时公司并不想接凤姐这一单 毕竟公司炒作的起步价就是50万人民币 而凤姐各方面的条件就不用我多说什么了吧 连炒作费她都拿不出来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时尚醉牛球爱人 以及当时另外一位以卖丑而走红的网红芙蓉姐姐 从这两个人身上得到了灵感 于是利用巨大反差做文章 将凤姐跟高条件征婚绑在了一起 当然那些什么上下600年无人能出其右 这些狂妄自大的言论 自然不是凤姐出自内心的言论 于是策划公司为她量身打造了一套出名的方案 先是在天涯论坛发文 然后街头派发征婚传单上节目等等 当然凤姐自己也非常认同征婚传单上对男性的要求 事实上她不认为会有这么优质的男性会看上她 但是这却是一个打破人与人之间 因性别出身等等而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方法 比如说一个所谓的白富美 一个就是说企业家的女儿 或者说一个政府官员的女儿 如果她列出跟我相同的条件 人们一定会认为她是应该的 人们不会认为她自信 因为她找到的一个条件 她就是北大清华 觉得他们是般配的 而我本身就是身高是1米47 电视台说我长得非常难看 然后她说我是一个大专学历 你知道大专学历在中国是基本上是社会底层的存在 然后呢我本人呢就是说 在加勒服从事一个收入员职业 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工作 我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300块钱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要求对方是北大清华 人家就认为我是自信的 就是说人家认为我自信 人家认为我自恋 甚至认为我精神不正常 这原因完全是因为我出身社会最底层 这是由我的阶级特征决定的 不是由我本身精神怎么样 我长相怎么样决定的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条件 对对 她本身对我就是不公平的 其实刚开始我发传单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我提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个平等的权利 我提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一直认为我是应该是受到赞扬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后来铺天盖地的都是骂我的声音 都是说我长得丑啊 说我精神有毛病的声音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没想到就是巨大反差的生婚 一局炒红了凤姐 她频繁登上了各种综艺访谈节目 还拍摄了某品牌的味药广告 据闻其代言费就达到了30万 但其中有多少落入了凤姐的口袋 有多少落入策划公司的口袋 不得而知 另外还有洗发水的厂商也找到了凤姐 这次广告还是挺有意思的 广告词是 至少让男人从背后垂涎你 2010年5月15日 凤姐在参加中国达人秀的海选表演后 在后台进行采访时 突然被一名黑衣男子拿鸡蛋罐头 同时嘴里还高喊 让无耻的凤姐离开达人秀 虽然凤姐事后依然表现得很有风度 达去道 她也许是因为被我拒绝过吧 我觉得她可能是我曾经的一个追求者 然后被我拒绝了 但同时这个事件之后 她开始陷入了沉思 现在她有钱了 但是以卖丑换来的爆货 是否真的值得 前几年凤姐曾在推特上坦言 你们不知道 一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农村女孩 想要实现梦想出人头地 有多艰难 我什么也没有 只能献出节操和脸皮 即使在网络上爆红 但是在线下 路人对她的嘲讽 谩骂甚至是攻击 那是一个都没有消停 什么不要脸狂妄自大 这些词那是天天都有 而且她的这张脸辨识度实在太高 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她 不少人还拿电话咔咔一通拍 女士凤姐开始认真思考 她未来要走的路 思来想去 她决定移民出国 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人生 凤姐曾在节目中说过 自己最向往美国 在她的眼中即使在美国帮人家刷盘子 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 毕竟美国人的身份那就是高人一等 可是过去一年来 她虽然攒下了不少钱 可距离美国投资移民 那还差得很远 那该怎么办 于是当时 勤活活看待凤姐牺牲自己的名声跟节超 为他们带来了那么多利益的份上 帮她策划了一个既能移民 又不费钱的移民方案 政治避难 作为中国的公众人物 凤姐拿到美国的旅游签证并不难 背负美国洛杉矶后 从机场出来直接打车 来到了驻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 那里常年有华人在进行抗议 于是她随机找了个抗议队伍加入 带了几张照片 然后再由策划公司将消息发布出去 同时凤姐到了美国之后 她的言论开始变得更加疯狂 一边碰瓷各种大咖明星 连陈冠希都无故中枪 凤姐表示要跟陈冠希结婚 结果引来了本人的回复 结你妹 这次简短又有力 另外杨幂 范冰冰 奶茶妹等明星都成为了凤姐的流量密码 另一边 凤姐对温州动车脱轨事件 汶川大地震事件 评出惊人言论 甚至跟扬言自己要做汉奸 要做卖国贼 作为一个享有知名度的公众人物 她的言论自然是遭到了主流媒体的报道 以及封杀 凤姐将这些报道整理成册 交给了移民局 到时候现在她根本回不了中国 一旦回国就有可能被抓 因此要申请美国的政治避难 这下她再终于拿到了美国的暂时逗留权 为了在美国生存 凤姐做过修脚师 最终她也如愿拿到了美国的绿卡 不过以当时靠卖丑的凤姐来说 要涅槃重生 这确实几乎是她唯一的道路 脸皮跟节操都可以丢弃 那么爱国情操又算得了什么 2022年 凤姐在推特上说 自己考上了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 选修了维基分跟分子生物学 虽然这个消息确实很令人不可思议 因为过去凤姐在大专院校修读的专业 是汉语言文学 而且她的英文在十年前 也确实真的很不怎么样 如果她真的考上了皇后学院 这对那些跟凤姐一样 出生不怎么样的孩子 何尝不是一种激励呢 当然我说的不是去碰瓷明星 跟用卖国去求的绿卡这种事 多年后 凤姐再次出现在镜头前 她的身材大走样 但是比起过去 那个锋芒毕露 语出惊人的她 很明显 现在收敛了不少 过去为了流量 她发布的全世界 都把焦点放在她的身上 现在有中国网友 在美国的街头捷运看到凤姐 她都会刻意的避开 她还多次拍影片 要求还给她应该享有的隐私权 和那些议论她长相 身材延迟的言论 也许在中国 她可能真的一辈子 都没有办法躲避 可是在美国 她却能够享有 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出行的权利 以这个角度来说 她当年的决定 并没有做错 也难怪现在有很多人 都称呼她为 人间清醒 好啦 今天就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来按赞订阅 或许最新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